哈啰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猪扒包 因为前几天就看那个大网站的 耶 最近那个 Mucho会做那个猪扒包 所以我就跟我老板讲 你给我吃 所以今天 老公去着煮 我去着吃 圣诞内我来处理这些猪肉 刚才有来猪肉 要处理一下 切掉它的皮 现在我要打猪肉 给猪肉吃起来 有松懒的感觉 所以要跟着它的纹路去打 OK 现在全部完成了 8片 这边有8片 OK 现在我们放姜 大葱 还有红葱头 是腌制那个猪肉的 腌制那个猪肉片的 OK 现在我们全部放进去 里面 Branded 打 大葱 红葱头 然后还有姜 然后放一点 放糖 放糖 放点黑胡椒 放点黑胡椒 OK 现在去打 然后放水 然后打 OK 现在我们 腌制 腌制那个猪肉片 把它打好的东西 把它打出来 然后腌制 OK 腌制 腌制 两个到三个小时 OK 现在我们做一个酱 叫蛋黄酱 蛋黄酱 就是等我老婆来 因为我不会 先放蛋黄 放一点这个猪肉 放一点这个猪肉 然后搅一搅 然后再加一点的玉米油 一点点的加进去 搅拌 搅到差不多了,就要放一點檸檬,檸檬水 一點就好啊,因為它會很酸 之後再放一點點的檸檬 再攪一會兒,給它去檸檬一下 好,那完蛋就好啦 現在我切這個沙哥是拿來做薯條的 我們家很喜歡用沙哥來做薯條 因為有點甜甜香香,蠻好吃的 這個第一,第二,第三 差不多,第一,第二,第三 你用什麼粉嗎? 就用糯米粉,放一點點濕 糯米粉,放一點點濕 這什麼粉? 薯粉,加工粉 原本是手工粉,不用放糯米粉 還往裡面 這什麼粉? 就沾下去了 那你拿去盆拿 那,要蒸水了 蒸水 試一下,然後再沾 拿盘来装 为什么要压住那个肉呢 因为炸的时候它会熟上来 所以才好看 所以拿这个皮压一下 慢慢去炸一下就比较漂亮 来 炸到明油 OK 现在我要准备这个 这是撒骨 撒骨薯条 是撒骨来的 去放点粉去腌它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炸啦 进来盘 找点进麦粉去拌一下 OK 换两点就好 我觉得下次我应该录一个刻画 刻画的影片应该会有人看的话 虽然我刻画是妈妈的呀 OK 行 我想还是够啦 不会炸东西的 我们就是这样 没有经验 煮菜要经验啦 开玩笑 快点快点快点 等一下弄了 哈哈哈 可以快点吗 可以啊可以啊 下轮了 OK 现在我就 查那个 Burger粉一半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也是要帮忙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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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就是今天的豬扒包 那这个薯条叻就是那个沙哥薯条 为什么用沙哥呢 因为沙哥本身就是带一点甜的 所以你炸了的时候 它就有那种甜甜的味道 脆脆的味道就很好吃 然后这个Burger叻 这个肉也是自己腌的 然后它下面其实有那个蛋黄酱 就是这个蛋黄酱 也是自己弄的 所以这个蛋黄酱可以沾这个 这个薯条吃 OK 现在我要试试一下 看它脆不脆这个Burger 所以我们再试试 Burger有点不脆 但是它的味道是不错 是咸的不错 因为我们刚大的时候是很脆很脆 然后我们就放一边了 好 我们放一边然后再做其他东西 有时候 现在它有点软 嗯 但是这好吃啊 嗯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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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 再看这个 沙克服调 吃吃甜甜的 为什么要自己调呢 因为你可以去调它的那个酸度啊 酸度啊 嗯 酸度啊 很nice 整体来讲可以啦 好啦 我就是用餐啦 拜 拜拜 说吧 你今天做Burger做好多个小时 哈哈 大概两点 做差不多六点半 很累啊 哈哈 做八人份的份 这样我下次再order食物 你会再做吗 不能啊 但是做八人份 会有两个份 哈哈 不能啊 你每次要做的 要做全家人的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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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拜拜 不要拜拜啦 我要休息啦 拜拜